回去试试看就是综合练习有两题 一题就是增减体重百分比 请你判断一下 主要是针对这一栏 这一栏这一栏 去判断说 到底这个人他是标准还是不标准 那标准固不标准的范围就是说 如果是在正负5%之外的话 是属于不标准 可是如果是正负5%之内就是标准 那意思就是说 有点逻辑是这样的 这个上面这个是5 5%以上 这个以上跟5% 负5%以下 是属于什么 不标准的 那反之都是标准的 OK 那这个逻辑要怎么下 这个也是 我还是end呢 交集还是连集呢 这好像跟上礼拜有点类似 其实你这个逻辑图画出来 因为不可能同时出现 就一定是偶尔 因为不可能他又过胖 然后他又过瘦 不可能 其中一种发生 他就是属于什么 属于叫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以前是太瘦 现在营养过多也是算是营养不良 也是属于所谓的不标准的区域 OK 那就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那如果说我要判断 不会反过来 我判断这边跟这边 这个区域里面是标准 反之剩下的都是属于什么 都是属于不标准的 所以像这一题 基本上我们可以用O来做 当然也可以用end来做 所以这边的话 备注这边请各位自己显示出来 标准跟不标准 那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if加O 一个是if加end OK 那后面还可以延伸出去 VBA 那VBA一样做两种 一种是按按钮 一种是插入一个制定函数 做法一模一样 OK 应该差不多吧 所以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每一题 其实也都讲过了 只是说 回去自己要想想看 OK 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你回去想过了 做出来的 这是你的了 OK 而且是扎扎实实的 OK 好 那另外第二题是什么 第二题 切到综合联系二 年龄 在几岁底下的说明 70岁以上 包含70岁 而且是住在那个 新北市跟台北市的 就符合这个老人津贴的条件 所以我们要怎么判断 两个条件 那当然年龄部分怎么算 顺便讲一下 你先讲一下 年龄特别注意 当然你可以去判断年的部分 不过有没有满那个月跟日 那所以很麻烦 这个地方下个礼拜会讲到有关日期与时间函数 算日期跟时间 所以只要你想到计算日期 最好用的一个函数 就是Dedif函数 但是特别注意 Dedif函数很奇怪 它没有在这里面 很好用 可是它没有办法加进来 那查了一下 跟专利有点关系 那个专利它没办法 微软没办法把这个函数拿进来 所以变成怎么样 它虽然有 可是要自己打 那怎么自己打 你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Date 然后Dif 那如果算年纪的话 记得先前面的日期 再比今天的日期 就是比较旧的 跟比较后面 前面的日期 跟后面的日期相比较 那你可以比什么 比年月日 等等的相关的 所以你什么 先给它前面日期 就是它生日 豆点跟今天比 今天可以用什么呢 用Today Today这个函数 小瓜糊 豆点比什么 比年的话给它一个字串 一个文字 所以记得双引号开头 那里面就放Y 如果放Y 就是比两个日期相差几年 那这个相差几年 它会算到精确到日 也就是说 如果满的那个年跟月 才会算多一年 OK 如果没有满 它就不帮你加一岁就对了 因为你生日还没到 还不算多一岁 OK 后瓜糊 那基本上 如果你算日期 Dedif一定是首选 可惜它没有加到里面 所以你自己要打上去 OK 把它打购一下 那你会发现 89岁 因为它只是2月28 可是如果说它今天是什么 假设打个8月好了 8月28还没到 Enter一下 88岁 因为它还没满 OK 所以特别注意 它会计算到月跟日 OK 好 那把它向下填满 全部算完了 那老人津贴 老人津贴部分的话 就是说 它这个年纪要70岁以上 而且要涉及在台北市 或新北市 所以有一个end 有没有 年纪 然后end 两个 那这两个是什么 偶尔 所以你可以是end 里面放偶尔 哇 那这个复杂度更高 OK 所以可以想想看 就是end里面包偶尔 OK 那当然还是一样 有可以内建函数的 那也有一个所谓的VBA部分 OK 所以这个回去可能 可以把这两个作业 可以试试看 这个是额外多增加的 那主要我是觉得因为都类似啦 所以给各位回去 那想想看 答案在哪里呢 基本上答案已经在云端上面了 所以 这个地方你往下找一下 这个后面好像我都有放 有没有答案在这里 你可以参考一下 当然不要照抄 主要是自己做出来 为前提 OK 好 那最后剩下一点点时间 我们最后因为再讲一下 后面还可以延伸出一个所谓的表单 这个表单有没有 其实很多公司现在很喜欢 很希望把这个导入到 他们的作业流程里面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很多人前端人员输入资料的时候 如果直接在以色列里面输入的时候 常常会发生什么 随便乱输入资料的问题 也就是前端你没有控管好 你后面衍生出来 就要花更多时间 去解决使用者乱key 或者key错 或者是本来应该key数字 他给你key其他东西 那你还要把它筛选出来 或者是本来应该0到100之间 结果他给你输入120 那怎么办 如果你没有前端控管好 那你后面不是一堆问题 所以基本上 如何用表单 帮你做前端的控管 这件事情 其实非常的重要 尤其输入资料的时候 像之前有个同学 他就是航空卖局 他有经销商至少500家以上 所以他每次 因为每件都要输入资料给他嘛 那以前他是给他档案 经销商就自己输入 回来他就痛苦死了 每个都要去校对 后来他就学了这个之后 他就做了一个档案 给经销商一个表单 然后呢 经销商就知道 反正一个萝卜会坑嘛 如果打错了 他会弹出来 跟你讲说请输入正确资料之类的 对不对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发现 哇 整个时间就多出太多太多了 以前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再校对资料了 他几乎都不用校对了 资料来就对了 就可以拿来用 输入到资料库也没什么问题 所以他的时间就变多了 效率也提高了 自然而然 他工作也变得愉快了 OK 而且他 他本来一直每次要加班的 后来好像就不太需要加班 还可以晚上跟他老婆去餐厅吃饭 还是还可以去有气愤的地方吃饭 就没多久就看到他老婆又有喜 OK 所以就有时间 多一些 增产报复 现在很缺小孩 OK 所以其实你要把表单学会 这个没有关联性 OK 其实当然有些时候 如果你懂得工作的一些技巧 对于工作的气氛 还有那种心情 其实我觉得差异蛮大的 成就感也很高 因为有时候你做好一个心情 一个系统之后 你给每一个人用 给人家用 而且用的 大家用的很开心的时候 你自己 无心中 你觉得很 很有成就感 OK 因为本来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大家浪费时间 一个系统产生之后 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就是这个表单 当然你需要一个启动机制 要不就按一个按钮 然后把它启动 关闭当然直接可以关闭 或者是可以随着 这个Excel打开 就直接打开 这个都没有问题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自定表单 表单部分 特别注意 在模组 我们刚刚是按右键 不是会有插入模组 请你看到模组上方 有个什么 制定表单 对不对 那你就把它点击下去 再来的话呢 注意一下工具箱 跟这个表单 那工具箱 如果不小心关闭的话 这边有个按钮 工具箱就弹出了 OK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 我们大概就是参考一下 我有把这个画面 大概就是做出来 假设长得像这样子吧 或者你在往上 大概就是类似参考这样 那名称我叫Home OK 因为我这边已经有Home 尤其我就Home2好了 那基本上我们会需要 总共三种 三种 控制箱 就是工具箱有三种 这个上面前面是标签 这边是输入方块 再按钮 那我们怎么做比较快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直接先新增一个表 一个这个表单之后 第二个的话 我把它名称 特别Name的部分改一下 改成叫Home 因为我已经有一个 Home2好了 Enter一下 好 那这个名称 特别是已经更改了 再来的话 我要改什么 我希望在这边输入叫成绩系统 底色是绿色的话 那我就做两件事 接下来就是属性的部分 特别是Name先改 改成Home 只要是Home Caption 决定它左上角的上面的那个名称 那我叫成绩系统 比如说打个成绩系统 打在Caption Caption 成绩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输入一个成绩系统 Enter 有没有这时候成绩系统就出来了 再来如果你要底色的话 这个大小可以调整一下 如果你要让它大一点的话 小一点 这个可以在 这个右下角的空点稍微调一下 然后呢 它的背景的颜色 请你从Big Color这边点一下 Big Color这个属性 点一下 然后调色盘 淺绿色 OK 好 所以调三个就好了 至于其他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这里面每一个属性都有它的作用 那怎么去试 反正每一个你去了解 都有英文嘛 你属性只是它的外观 至于要不要设定 稍微自己找一下 如果不知道 你可以按F1 里面有相关说明 或者相关书籍 也有讲到表单设计的 OK 那我们主要是设定三个 那通常我设计表单一定是 由外在额内 由左到右 OK 所以你就照这个规则 然后我们外面做好了 再来的话就是做什么 输入有四个栏位 分别是什么呢 分别是姓名 所以这边有个姓名 然后什么答案 总共这边有几个 1234 那实际上我通常是做一个当样版 底下这三个是复制下来的 改里面的名称就好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先点一下 拖拉 然后上面的话呢 改这个Caption 叫姓名 Enter一下 然后再来改什么 字的大小 这边有个缝 然后点一下 大概16号字大左右 那把它稍微拉一下 这样就出来了 底色看有没有改 也许我们做一样灰色的好了 假如说你要灰色就back color 这个是back color back color改一下 改成灰色的好了 类似像这样子 改一个大概的就可以了 做好一个之后 按Ctrl键向下拖拉 其实Ctrl键就复制了 然后呢再把这个改一下 这个也许叫什么 答案考核 对不对 那你就把这个答案考核 打在它这个里面的什么呢 里面的这个Caption的属性上面 OK 这边取消一下 把这个打在Caption 有没有 Enter一下 OK 那当然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你们 Ctrl键按住向下填满的时候 可能是这样 Y7扭8的也有可能 OK 因为里面的手没有纹 没关系 选取它 格式 对齐 有没有 主控向左圆 间距什么 垂直间距 色違什么 相等 有没有 OK 它就排出一个版型了 那旁边的那个输入 第一个是用标签 第二个是用文字方块 请你拉出四个框框 给使用者填 先拉一个Ctrl键按往下 一个两个 三个 四个 那如果不准的话 一样 选取它 格式对齐 不过应该还蛮准的 因为这个我拉了20年了 OK 二十年到现在都差不多长一样 OK 相等 然后 这个 按钮的话就是命令按钮 把它拉一下 OK 那就改一下 其实改的方式大概就跟这个 新增 所以一样 把这上面的名称Caption 改成叫新增 然后字的大小 一样去把它稍微改大 改16好了 颜色看底色就被Color 一样 看你要不要改一下其他颜色 OK 改个颜色 好 改完了 一个表单就完整 完成之后呢 怎么启动它呢 直接上面有没有 执行 出来了 OK 但是现在还没有作用 我们只是外观OK而已 但是你想说 那以后呢 给使用者要怎么启动呢 你就说 开启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按下这里吗 对它就启动了 当然不是吧 对 这样子启动 对不对 不可能吧 所以呢 一般使用者端 可能没有这个 那你必须要多一个 启动表单的按钮 这样子启动它 那怎么加 其实非常简单 加按钮之前 一定要加个什么 加个sub 有没有sub 所以我在这边呢 只要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sub 名称叫启动表单 也许从这边插入程序 启动表单 对不对 Enter 确定 然后里面打一行程式就好了 比如说我要Home 我刚刚做了一个Home 你们可能叫Home 我叫Home 2 Dent Show 如果你点下去 它会有这个 表示你有这个元件 如果没有 表示你可能有做错 名称没有命名 OK 好 那我这个做完之后呢 再把它关闭 再增加一个按钮 按一下它 它就启动了 但是现在功能都还没有完整 所以 因为这个可能要讲下去 时间会超过 所以先给各位 先讲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讲 再接着讲那个表单的部分 好了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所以表单的部分 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你们大概了解一下 那详细的步骤我有录下来 最好是回去 可以再把这部分做一下 那后面有两题练习题 综合练习跟综合练习二 那回去 请各位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把它这个部分先完成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不然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那制定表单部分的话 下一次再接着继续讲 所以请各位 还是要把那个 今天的这个档案把它存起来 那下一次就 从这个部分继续再来 OK 那今天的话我想就 先讲到这里